車輛通風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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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飛比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車輛通風扇的DIY唷 首先我们要先测量车窗的尺寸 准备几个纸板 平装起来的大小必须要超过车窗的范围 将纸板分别插入车窗的最上缘 最左边跟最右边 记得要插到底哦 然后拿笔沿着车窗边缘描绘 这里主要是要画出当车窗完全关上的时候 车窗玻璃藏在橡胶条里到底有多大的空间 我们在制作通风扇板的时候 也要把这些空间预留出来 尽量把通风扇板做的跟车窗尺寸一样 这样子未来在使用上也会更加的密合哦 市售的通风扇板都是长方形的通用款式 可是不同车款的窗户形状不同 如何把市售通风扇的规格品安装在自己的车子上 相信是每一位车友都会遇到的难题吧 当然贝比也不例外 试过好几种方式之后 贝比觉得这个方式是最简单又最准确的 可以量出车窗尺寸 所以就分享给大家咯 描绘出来之后 记得要在纸板的最上面画上两个R角 因为这样子才符合车窗玻璃的外形哦 接下来我们把刚才测量出来的车窗形状 描绘在黑色的通风扇板上 描绘完成咯 接下来就是切割外形 拿出我们预先就准备好的两颗薄型的12幅风扇 还有两片通风面板 画出风扇以及通风面板的位置 以及定位孔 沿着画出来的线条 将风扇孔切割出来 慢慢切割 切丑了也没有关系 它的功能是通风而不是美观 最后都会被风扇及风扇板挡住的 看不到丑丑的圆形哦 钻螺丝孔也是一样的道理 只要发挥它锁螺丝的功能就可以咯 风扇锁好咯 虽然看起来丑丑的 因为劈劈瓦刃指板比较软 硬锁的话它就会下陷进去 不过没关系 前面都会被通风面板挡住啦 接下来我们要让风扇转动 我到电子材料行买了DC接头 还有5V升12V的USB伸压线 把风扇的电线焊在DCJack的母座上 然后固定在通风扇板上 先插起来试吹看看 欧波OK 这条USB的伸压线 它有两段电压 一段是5V升9.2V 第二段是5V升12V 有了这条USB的伸压线 我们就可以拿手边现成 充手机的行动电源 用来供应驱动这两颗12V的风扇喔 在风扇板的下缘 我们还做了三个卡点 这三个卡点的主要功能 是要引到玻璃可以准确的卡扣在中间的空隙里 而不会偏移位置喔 这个黑白配的通风扇板 是不是有马来摩的style呢 不过车伯还是要以低调为主 我们还是乖乖的把它变成黑色好了 现在要来把通风罩 黏在通风板上啰 我们选用的这一款是防水黏灼机 就是类似防水胶 涂在风扇罩的边缘 然后倒扣在通风板上面 加上重物 等它干 最后检查一下通风板的孔洞 都要补上防水胶 还有通风罩的侧边 如果有缝隙的地方 通通都要补上防水胶喔 要让它滴水不漏 要让它滴水不漏 protest in the German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